在结束中华会馆拜会行程之后 王金平一行人接着转往洛杉矶台湾会馆参访 并且和许多侨胞在座谈会上进行交流 面对有侨胞认为执政党关押前总统陈水扁的方式 有失礼遇以及不让陈水扁保外就医等多项质疑 王院长也一一耐心解释 至于在台湾会馆外遭到全美就扁联盟的举牌抗议和叫嚣 王院长则抱怡 微笑点头 不发抑郁 王金平院长访问团抵达台湾会馆时 立刻遭到全美就扁联盟成员包围抗议 他们不断高喊释放陈水扁 更批评马政府对前总统有失人道礼遇 而王院长一行人为座回应 直接进入会馆参观 了解台湾会馆对侨胞提供的帮助 在座谈会上 王院长认真聆听侨胞意见 也表示自己始终秉持尊重 包容 接纳的六字原则 在立法院内处理执政和在野党双方意见 毕竟各政党融合 才是台湾全民福祉 他是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 所以应该不分蓝绿 而且蓝色的声音他要听 绿色的声音他要听 而且他要有原则 不能只要倾听蓝蓝色的声音 所以这点王院长我是很钦佩他 很能够有原则 而且很圆满地把这些事情都交代得很清楚 王院长也受邀进入民进党美西总部办公室参观 并肯定在野党监督政府的认真表现 随后王院长一行人赶往环球影城西尔顿酒店 与两百多位侨胞参序 并在下午五点搭乘长荣班机返回台湾 结束国会外交之旅